Hello大家好,我是阿思维回来 今天的视频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618买到的东西 因为这个618的战线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我就等到活动结束 买的东西全部都收到了 才来录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东西真的是超级的多 现在摆在我面前呢 就是各种生活用品,护肤品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衣服 如果是比较喜欢看穿搭服饰分享的朋友们 今天就是不要错过 一时之间不知道先从哪里开始说起 先来分享我买的两个防晒 这个防晒是我今年一直在用的 之前我有给大家推荐过他们那个老板嘛 就是蓝色的字 现在好像应该是更新了变成了黑色的字 我是用它来涂脸 它的防晒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 就以前我对防晒的防晒力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因为我也不会在外面曝晒特别久的时间 但是自从谈开始钓鱼之后 我就有一个人形防晒测试机 它以前就很抗拒涂这些东西 但是广州的紫外线真的很强嘛 它就是经常被晒到脱皮 后来我就让它涂这个防晒 不仅没有被晒伤 而且涂过的地方也不会被晒出那种 很明显的肤色差 所以我觉得它不管是防晒黑 还是防晒伤的效果都还蛮好的 就一直都在回复 然后这个防晒喷雾就是我在逛荷宝的时候 随便买的 也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如果有用过的朋友 可以跟我说一下它好不好用 我就是看它这个容量特别大 因为防晒喷雾 你们知道用起来很费嘛 我先试一下 我现在在这个密封的房间里面 喷防晒喷雾真的是有点难受 喷出来之后就是这样水水的 不会像很多防晒喷雾那种 喷出来之后很油腻的感觉 而且凉凉的还蛮舒服的 然后呢又趁着六一把买了一些美瞳 就是之前我已经买过一些美瞳了 所以这次我买的都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新色 想说买回来看看好不好 我看到时候再多买一点 发现了三个超级好看的颜色 就大家可以闭着眼睛买的那种 这两款是Truth Me的 好像是他们家新出的颜色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美瞳 就是他们家特别擅长做那种自然铜色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浅铜色的效果 一定一定要去买一下这个色号 叫做雨后心晴 也是我今天眼睛上戴的这款 这款真的是超级的美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温柔琥珀色 我觉得它跟我本身的铜色就融合得很完美 这个我真的非常喜欢 打算再回购多一点 还有一款花色叫做零距离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 这款呢 你们看它的存在感就会比较强 上眼之后 你的眼睛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有神 你们看它的外圈是那种灰黑色的感觉 所以就有一种玻璃珠的效果 戴上之后眼睛就是水水亮亮的 你们知道我特别喜欢那个班比珍珠灰那一款吗 我觉得这个跟那个的效果有点像 都是有那种玻璃珠眼球的效果 但是那款它的直径有点大 这个呢 就是更加的日常不挑人一些 还有一个是Flammy的这个奶油蜜豆卷 我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 他们家其他的色号 这个颜色是我看推荐买的 果然非常的好看 温温柔柔的柔物奶油棕色 我觉得跟我现在眼睛上戴的 这个雨后心情有一点像 但是它的清透感会更强一些 戴上之后就是有一种 琥珀水晶瞳孔的感觉 又无形帮你扩大的瞳孔 颜色也完全不挑人 就深铜带也会非常的好看 这三个色号啊 大家真的是必买 真的非常的好看 然后是这个发膜 我回购了一罐 这个发膜我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过嘛 但是我推荐的是橘色罐子那瓶 然后呢 我去回购的时候 发现那个断货了 我就想说尝试一下 这个绿色的吧 应该也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绿色就没有那个橘色好用 这个就是用起来更加偏清爽一点 如果是跟我一样比较干燥的这种沙发发质 还是推荐大家买橘色的那个 它用完之后你的头发真的就是像瀑布一样顺滑 还买了一个这个Fresh的 呃 香体止汗布走珠 反正就是之类的东西 因为现在夏天非常的热嘛 我的腋下油很爱出汗 就不想有一些汗味 所以就买了这个香体珠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很清新的黄糖味儿 我觉得特别的好闻 但是涂在皮肤上之后 那个香味不会很明显 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我还囤了两个Bodaya的这个蓝氨瓶 就是这个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了超级多次 干皮敏感肌 呃过敏泛红之类的 用这个就是去镇定 真的非常的有效 就不多说了 然后还买了一些彩糖的东西 这个是回购的他们家的遮瑕盘 这个是遮瑕提亮底 也是看别人说好用才买的 这盒是我现在在用的 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过吗 我真的觉得超级的好用 呃我基本上就用这两个颜色 你们看已经铁皮了 所以想说趁着618可以回购一下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遮瑕配的 这个小气垫也超级的好用 就是它会让遮瑕更加的服贴 遮瑕力也会提升 我之前就想说买一个其他品牌的这种小粉铺来替代嘛 这个就是其他品牌的 但是它的上妆效果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是一个天差地别了 还是它自己本身的比较好用 如果它那个粉铺单带就好了 我觉得可以拯救很多遮瑕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遮瑕笔 呃这个笔盖上还自带的一个削笔刀 还蛮贴心的 这个遮瑕笔我觉得也还挺实用的 就这样一个偏浅肤色的效果 上色力还不错 特别适合去精准提亮 就比如说像肋沟还有法令纹这些地方 稍微画两道 然后你就用粉铺 或者是这种遮瑕刷去给它稍微铺开 效果就是很明显 我觉得彩糖他们家做这种 就是修饰脸部轮廓的产品 真的很厉害 然后是一个香水 是我最爱的香氛品牌之一的 他们家出的一个香水 它这个香水质感做的特别的好 就是瓶身还有盖子都是很厚实的那种玻璃 我最最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香味 这个味道真的太好闻了 不是单纯的花香或者是木香 它刚刚闻到的时候 有一种烟草木质的香味 等这个木质掉散一散 又会闻到那种清甜的果香和很温柔的花香调 反正就特别有层次特别好闻 很喜欢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饰品 首先也是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戴的这条 这条我最近真的戴了很多 它是一个这种K金的链子 加上黑马脑的小拙子 我最近就是特别喜欢黑马脑 就感觉很气质 有点神秘的感觉 这个戴起来就是蛮精致低调的 买了一个小戒指 是这种金色的 上面香了很多小米珠 这个戒指你们看 是不是有点像饼针 戴上还挺好看的 就是比较日系的那种风格 还有两个银色的戒指 我当时看卖一家的时候 它是这样两个迭代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个有点像是三个戒指迭代 然后这个呢 它的戒券是这种不规则的圆 上面也是坠了一颗黑色的小马脑珠 这样的迭代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超级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也还挺百搭的 你也可以就单戴一个 也是买秀 这条呢是这个品牌寄来的一个礼物 这条呢是这种银色的小猪猪 穿了一些还蛮好看的小石头 就还挺有设计感的 这个戴上之后就是这种紧练的效果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这个就找一位朋友送出吧 还忘了一个这个 就刚收到还没拆开 是不是看包装很像是谁送的礼物 但其实这就是买的杯子 它们家每次包装都 特别的精致 有点不忍心把它撕的烂 这是超级的好看 这个杯子 喝水啊或者喝饮料喝酒都可以 它上面这部分是奶油粉色 镜头应该能看出来吧 下面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紫色 这真的太好看了 一共两个想说可以送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这个杯子跟我小灯的颜色 好搭哦 都是那种奶奶的感觉 然后下面呢是我买的一个装饰品 就是还在箱子里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就想说可以买一个那种小架子 放在桌子上 就是随便放一些小蜡烛 小香水啥的还行 是这样子的 你们看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摆在桌子上还蛮精致的 它是那种金属的材质 所以特别的结实 台面呢是那种奶油色 这个真的好好看 好喜欢 随便摆一些什么香水之类的放在上面 你们看 还不错吧 然后下面就进入服饰的部分 还是老规矩 现在说一下我身上穿着的这件 这件呢就是一个奶油米色的针织背心 它虽然是针织的 但它这个面料是比较透气 摸起来有点像是麻的那种质感 所以我觉得穿上之后也不会很热 非常干净随意的感觉 而且很百搭 还买了一条搭配这个背心的裤子 因为当时就看到麦莎袖 它这一套穿起来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所以就买了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购物分享 有一条就是类似这种条纹的裤子 很多人当时都问我好不好穿之类的 但那个裤子我真的觉得质感不怎么样 所以当时看到这条就想说应该还不错 我还蛮喜欢它的面料的 是这种桑铲丝的材质 所以垂顺度就特别好 这种裤子如果不垂顺的话就会很显胖嘛 今年我真的很喜欢条纹 就是很随意很休闲的那种 而且它还是松紧带的就穿上这种特别的舒服 这种裤子在配着人自脱就是夏天的感觉 然后还买了超级多的连衣裙一一来跟你们说 第一条呢是一个这种宫廷风的连衣裙 这条裙子穿上之后真的超级的好看 那就是公主本人 它这个大泡泡袖是松紧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一字间穿 也可以把这个袖子立起来穿 可能就是比较的保险一点 而且它这个胸口的设计也特别的服贴 里面还有防滑条 裙子的长度对我来说也很适合 就不会短的那种 还买了一条白色的裙子 也是这种小泡泡袖 但它就稍微比较的日常 领口的地方是这样季蛋的设计 侧面大腿的地方它还有一个开叉 穿上之后应该就是比较法式性感风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条我目测好像稍微有点大 还买了一条裤子 这个颜色你们一看就知道我为啥要买它 是不是超级的美 它就是那种恰到好处 带有一点点灰调的粉色 我真的是一直都在找一条这种粉色的西装裤 但是要么就是颜色我觉得可能有点太艳了 要么就是长度不够或者是垂坠度不够 但这条裤子就是完美的击中了我的点 它这个面料也还蛮舒服的 上面有一些暗纹 上面就是随便搭一个白色的T恤都会非常的好干 下面呢是一件这种蓝白条纹的海魂衫 虽然这件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我觉得这个条纹真的很干净很舒服 我今年真的买了特别多条纹的衣服 穿起来就是特别的干净简单 它是一个这种中袖 我反正穿上之后就是蛮随意休闲的感觉 还挺喜欢的 就是简单的时髦感 然后下面是一套白色的套装 上半身是一个这种有一点点泡泡袖的短袖上衣 比较出彩的就是它衣服上的这个图案 是那种立体的玫瑰印花吧 还挺好看的 下半身呢就是一条这种有一点点花包型的半裙 这种半裙我觉得夏天还蛮好搭的 就你不一定要搭这个配套的上衣搭配其他的T恤啥之类的也很好看 简单又优雅的感觉 然后还买了一条裤子也是还没来得及开箱 面料好香啊 它是那种亚麻的材质吧 所以穿起来就会有一种亚麻的那种古朴和随性感 你们可以看到吗 它这里就是以上是做了一个那种短裤的内衬的 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比较透的那种 铺腿超级的宽 穿起来之后呢就是比较飘逸的感觉吧应该 然后是我最近买到的几套睡衣还挺好看的 跟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是一套这种短袖加短裤的睡衣 它就是这种粉色的底 然后上面有很多彩色的蝴蝶结 就还挺可爱的一套 面料也是很透气 然后穿上去有点凉凉的那种 夏天穿上就很舒服 但它的版型做的有点太肥了 我记得它好像是军马就没有大小马的 睡衣的话其实稍微宽松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它稍微做的有点过于宽松 我就没那么常穿 然后下面一套是这种面麻材质 夏天穿就是很透气很舒服 上面是这种蓝紫色的小花花 我记得我也有在视频中穿过了 非常的喜欢 它的袖口啊领口还有下摆都是有做这种小花边的 就是非常的可爱 裤子也是有缝这种蕾丝边 最后一套睡衣是一个短袖加长裤的套装 度假连衣裙开头穿的就是这一套 当时超级多人都在问我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它吸引去了 它上面是这种紫色的小碎花 面料呢是那种泡泡棉材质吧 基本上很多睡衣都是这种材质 就是又舒服又透气的那种 它是一个这种娃娃衫的感觉 袖子也是有做这种小画面 领口这一大圈上面有缝一圈蕾丝 它这个下半身就你可以自己选长裤或者是短裤嘛 我选的是长裤因为夏天蚊子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大家呢差不多都跟你们分享完了 我说的口红都有点掉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来 希望你们喜欢拜拜